今天是Easter 复活节 去我婆婆家吃完饭 她们家住在 州府Albany的近郊 大概60年前吧 我婆婆她们住在 纽约州府Albany的 城中心 就是那个Downtown那个地方 但是呢 我就说 从二战以后 美国的这个城市啊 尤其是中等城市的 城中心 它就开始 走向没落了 治安也不太好 因为那边住的 大部分都是那些 没有工作的飞翼 不是没有工作 而是她们不喜欢工作 就乘天 那些飞翼吧 从小也不上学 她们就游手好闲的 拿政府救济 所以说呢 拿政府救济 那八九百美金呢 也不够她们花啊 她们又喜欢抽烟喝酒的 所以说呢 就 自然而然的 就会什么 偷啊 抢啊 尤其是 那这个偷在美国 好像人家非议到 不怎么偷 嗯 她们可能也不会偷啊 她们 就是这个抢 抢劫 这个犯罪率 比较高一些 所以我婆婆她们 就从 那个 城中心啊 搬到近郊去了 近郊的 那个治安就好多了啊 都是比较好的区 嗯 那个区的房子 刚才我忘了没有录 应该录一下 那个区的房子 现在我们是从那出来了 这个 变到郊区了啊 这儿呢 离这周府 就特别近 因为有的朋友 可能她说 还是喜欢 离大城市比较近一些 呃 要是选择近郊的小农场呢 就这些挺好的 你看 这些都是她们 就是 大部分都是城里的人 她们 越来越不喜欢 就是不喜欢 你看不喜欢住在城中心 也不喜欢住在近郊 近郊吧 也变得比较拥挤了 因为人越来越多 就这二三十年 呃 就你能明 就能明显的发现 这个中等城市 她的人大概多了有两三倍 所以说 美国人吧 她喜欢清静 自己能够住一个 很大的空间啊 她们就从 近郊有的就搬到 这个郊区的小农场 因为在这儿 你看买一块地 比如说 这个地都不贵啊 过去买一块地 可能也就几万块 甚至十来万块 就能买个 十几个acre 甚至二三十个 数二三十个英亩的这种 树林子或者是牧场 在其中 辟出一块 比较好的地方来 有个建一个自己的房子啊 就建 这叫近郊的小农场 从这儿开到 呃 城里边去工作的话 也就 十五分钟左右的车程 也挺舒服的 就主要是住的空间比较大 而且这边 呃 因为我们这边它是山嘛 有很多山 你像这边住的这些个小农场 他们的后院都能够看对面的山谷 就是两个山之间 有一个山谷啊 那个风景可漂亮了 这是他们喜欢 因为美国人的房子 他们都喜欢景观啊 特别注重 你看二层吧 它都有个平台 站在平台上 他能够看到的景观 他非常注重这些 就算是最高级的就是要看到海 什么湖啊 呃 或者就是山啊 山谷啊 这样子的房子 特别受欢迎 那这一块啊 就盖了很多小农场 他们 呃 后院 看就是对面那个山的风景 你就像这种小农场 如果房子很一般的话 一般也就是个二三十万 像这种房子不大的这种 啊 这后面的地方就都是他的 你看这后面他们还种 有的比较勤劳的 他们种玉米 还有的这个 这个是 养马的啊 变成一个牧场 他们这个养马呢 也不一定人是为了 呃 并不是为了说是 搞什么经营 这是一个餐厅 你看后边那个山谷 他们并不一定是为了搞经营 就是为了一种 就是喜欢 因为欧洲这些移民呢 他们 就是以骑马作为消遣 尤其是那些 上流社会的人 他们聚会的时候 就喜欢去骑骑马呀 甚至有的人喜欢打马球 有点跟宋代的文化比较相似啊 因为宋代那时候就踢足球啊 打马球啊 像什么宋徽宗啊 他们都擅长打马球 他这小农场 这后面都有一片自己的树林子 呃 吃完饭呢 还可以到树林子里去散散步 一般树林子里 他都会砍出一条小路来 他们喜欢买这种林场 建自己的房子 就是这就是第一居所啊 因为离城市非常近 就是工作 一天开车也就十五分钟二十分钟 呃 这个 喜欢这个林子呢 还是有一个原因 还是他们 都喜欢在林子里边的那些小动物 里边有鹿啊 甚至 呃 什么火鸡 有火鸡啊 鹿啊 是吧 狐狸啊 呃 什么野鸭子啊 你看这风景多好啊 这个手机是拍不出来 其实 后面的山谷风景非常好的 你看要你要在这儿盖这个空地上没盖房子 你要买了这块地 你看这个就是 他买了这块地盖了房子了 这就是 这住着 应该比那个城里边更舒服一些啊 这些小农场的就都是二三十万也不是很大 啊 啊 这房子们都比较小 有的新盖的房子 会比较大一些 美国人吧 他们挺 其实人挺朴实的 你看这房子 你看这房子 这房子大 哈哈 这房子大 这房子是 这个 是那个 一看的就是 很古老的啊 大概有 一百年以上的 其实一百年之前 美国人盖的房子都挺大 后来他们又崇尚简朴了 你看这房子 都不大 嗯 因为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和需要 要是孩子多的话 可能他就会建个大房子 或者买个大房子 如果说人 尤其是有的 孩子都大了 就剩下两口了 甚至是有的 离婚的剩下一口的人 人都特意买个那个小房子 因为他们 不是不像咱们中国人 有时候那个大房子 其实住不了那么大 就是为了 好像为了有点满足虚荣心啊 觉得那个大房子 客人来了之后挺 挺荣幸 挺光荣的 你没看我们华人很多 都买个四五十万的那种 甚至是一百万以上的那种 大房子 但是里边搞的呢 竟是说实在呢 这个搞的真是不漂亮 美国这个你别看人家房子 外表 你像这种小房子什么的 外表看着很朴素 就像个小平房似的 但是人家里面 他布置的也不豪华 但是墙上的贴画啊 摆小摆设啊 都搞的 就是非常的艺术化 但是说人家也不在乎什么 谁会说他房子 大呀小啊 人就根据自己的需要 我需要大 我就可能就弄个大的 为了孩子们住的宽敞一些 两三个孩子那种 他往往会弄个大房子 但就一两口人的话 人就换成个小房子了 只要够住就行了吧 什么那么大 其实就是人口不多的话 住个大房子是觉得空空荡荡的啊 还浪费资源 还浪费那个冬天供暖器的费用还高呢 我们这边这个农场 他们主要就是刚才说那个景色就是山景啊 山景比较多一些 看山景 也有林湖的 这个家这个农场人家有一个 自己有个小湖还挺大的呢 他好多这种小湖 它是自己挖的啊 如果是你买的时候 你喜欢这个小湖 这个农场又没有这个湖的话 完全可以挖一个 两三万块钱就能挖一个 挺大的那种池塘了 还说起池塘了 想起这个就是叫什么 赵安吉啊 赵安吉开车开到这个湖里去了 所以说你说这个这个农场里有这个池塘 当然是很好了啊 钓钓鱼啊可以养鱼啊 甚至有的 他做的那个现在挖的那个池塘呢 都属于下面放上沙子 搞得非常清澈啊 就是还可以就是游泳的池塘 有一种是专门游泳的池塘 有一种是专门养鱼的池塘 养鱼的那种池塘下边都是淤泥 游泳的池塘下边它是放上沙子 很漂亮那个还放上那种蓝色的沙子 你看那个水总是碧蓝碧蓝的 你说有池塘吧是挺好的啊 但是你说像赵安吉那样发生意外 就觉得哎呀有个池塘有时候要有小孩 是不是也有点挺不放心的啊 所以但是美国人他这个小孩啊 他从小就是游泳 就跟咱们学自行 中国人学自行车似的 哎这小农场挺开阔的啊 这个是牧场 你看这边他原来种的这个就是都是 种的都是牧草 这个 这个牧草呢 就是很容易打理 基本上你都不用管他 除了很多年再重新 撒一次草籽 而且这草籽还是政府都免费送你的 他就是为了鼓励你嘛 因为这个牧草可以养牛的人 用它作为饲料 这个 就说这个也算是长牧草的这种也算是 生产性的农场啊 你这个农场你要稍微的 哪怕是种种牧草 嗯 或者是 种点玉米 或者是养上几层牛 像他那个养马的什么的 养牛的那个 那个小牧场呢 他虽然你说他是玩 他不是为了赚钱啊 但是他可以省税啊 你只要有一年有那么几千块钱的 这个农业收入的话 你就可以申请农业免税了 他要求并不高 那我那个朋友人家养了两头牛 他说我养一头牛 我卖了那个牛 就够我申请那个农业减免税了 他一个农场上面还有两个房子 人还 每年能够 节省不少税呢 才交两千块钱的税 你看正常的情况下 起码都是 四五千或者是五六千的税 比较正常吧 所以种农场不仅仅是比较开阔 嗯 地方大啊 你想随心所欲 种点什么啊 养点什么呀 但最重要的我觉得 还是 谁也不喜欢拿那么多税啊 还可以省税 还可以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你可以 喜欢养殖的啊 喜欢什么 我是挺喜欢养 养一群鸡呀鸭呀什么的 你要在城里边 就比较受限制的 但是在这个郊外 你可以随便养 养羊也好啊 要不想捡草的话 养一群羊 他就自然就给你把那个草给吃了 嗯 卖那个羊毛 给他每年剔下来的那个羊毛 去销售 嗯 还有喝羊奶啊 在这里还真是 不是那么 这个农场挺好的 挨着河 这边这个是一个 就叫一栋乌公园啊 你没看见 他那盖了很多 盖了很多那个小房子啊 比较简单的那种小房子 还是在河边 这种移动公园 现在挺受欢迎的 呃就是 或也有很多是长租的 也有短租的 你看他那一 那两排下来得有十多栋吧 挨着河边呢 就是来这边办事的人吧 做Airbnb呀 或者来旅游的 呃有这种短租的 他也有很多长租的 比如说他是 就是那种年轻人呢 或者是老年人呢 一般有小孩的 人家都喜欢买一个自己独立的house 但人口少的那种 他就喜欢租这种移动房公园 这个是个漂亮的农场啊 这也是房子 你看人家 这美国人他这房子建的都很简单啊 都很 也不大 但是周围他这个 这大片都是他的地方住的很舒服 又能够看对面的山谷的风景 现在没有这个绿呢 这个 树还没有绿 等到过几天就都绿 一说绿一个星期就绿了 这草坪已经绿了 但是 今天的温度又是六十多度 这个 气候挺好的 到估计再过一两个星期 这个树都绿了之后 就看对面景色非常漂亮 他这个 这个农场是 就是种的那个玉米 种玉米也挺简单的 我看他们就拿那个 大机器翻一遍啊 翻一遍 然后施肥一遍 到了春天 好像就开始 就播种了 这边种的好多玉米 他不一定是人吃的 他也是给那个 给牛吃的 你看牧场挺多的啊 牧场都养牛 养牛他们就希望能够 就是多产一些这个 牧草啊 还是玉米啊 这个也是 这个你看这个枝叉 这是一个工作的农场啊 很少 现在还有对面那个 对面那个 那个大桶的嘛 这边这些农场比较大 它不是完全为了居住的 刚才我们看见那些农场 说是农场 但其实就是为了住 住在哪儿 但这边就是工作的农场了 这个是就是那个牧草 你看就是长牧草的 刚才过的那个 包括对面那个 对面那个是养牛的 是种玉米的 然后这个工作的农场 他们往往都是挨着一条河 我觉得我们这边我最喜欢的就是水资源很充分啊 这纽约上周有八千个湖泊河流 它不缺水 有人说就反对这个不喜欢冬天下雪 我可喜欢冬天下雪了 嗯 还有春天的雨也比较多一些 你看这河流 这水多清澈啊 我们这么过了 走了一会儿已经看了三四条河流了啊 你看 这旁边这些小农场都挨着这个河呢 你就你要是养牛的话 你就 牛这个你这个牛可以到河边来喝水啊 你看这水多好啊 我不太洗我是肯定不喜欢去西部的 我觉得西部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水资源很短缺啊 你看那边来连那个用水去朋友家住 人家就是我洗澡还是像我们家似的那个洗的时间很长 人家就害怕 人家说人家说这个哎呀洗这么长时间 委婉的时候洗这么长时间到时候他会 你要用水用多了还要给他们罚款的 我们这边从来没有顾及过 很多人在自己家院里 你就可以打一个小井才一千多美金 那种简单的就自己 你也不要用什么设备了 就是自己那种 就是自己可以 这个压的拿拿手压压就上来水的那种 下冬天下雪 三四场大雪 它就那个雪水上那春天 它一融化之后就补充了这个 河了你这边你随便的找一个 河边的啊或者是湖边的 这种农场或者房子的话都没有多贵 我觉得水资源是挺重要的 就像美光科技说他搬回来住 搬回来了搬到这个我们那个 就是手指湖那边雪城那 他搬到这来也是说这边水资源比较丰富 嗯你西部现在建工厂是不行的 没有水你自然这个这个电力方面也比较贵一些啊 他搬到手指湖那边是五大湖区嘛 那边的他有水利发电 你包括美加边境那边都是一些 原来那些个比特币挖比特币挖矿的那个工厂在那边 也是因为他有那个水利发电啊 嗯他的这个电费很便宜 这也是个移动物公园 就是盖了很多那个 这个 简易房子 就是他的水费和电费很便宜 所以美光科技他在这儿建一个大的科技园区 要建他大的生产厂在这儿来 他在西部肯定找不到那么便宜的电价 纽约州给他很低的电价 嗯也找不到那么便宜的土地啊 也 还有水资源 这工厂这是水电啊 嗯还有土地资源 嗯还有附近的这么多学校培养这些 可以培养他需要的这个技术工人 嗯但是你如果去南方的好多工厂 不是前些年都是去德州吗 德州那边现在的你像奥斯丁什么的 那些个土地啊 几乎现在都被 占了没有什么 特别多余的土地了 人们一般不选择休斯顿做工厂 是因为休斯顿他在海边嘛 他的飓风啊 他有时候飓风影响 会比较大一些 嗯 大力可以close the window please 看可以close the window please 这小农场你看 这小农场 小池塘 他那个就是 一个是德州现在土地也越来越少了 另外呢他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德州他的水资源呢是 他分成干季和湿季 就是湿季的时候雨水非常充足啊 甚至是很多 但是呢他干季的时候他没有水 他的降水吧不均衡 不像我们这儿 我们这儿春夏秋冬啊 冬天下雪春天下雨 他夏天下雨呢也不是那么大雨 就是最多是个中雨啊 但是他每个星期都会下那么 嗯一次两次的雨 他整个四季这个水是非常的 均匀的 就是季丰富又均匀 也不会也没有什么洪涝灾害 嗯 你像休斯顿吧 为什么人们不敢去休斯顿建工厂呢 他那会下大雨还有什么飓风的时候 他真的是那个雨啊就是 是很大很大的啊 大到大到简直就是淹没了吧 房子都淹没了 那我们这边没有过那种自然灾害 所以这些科技公司现在又陆续要回来了 好的 好